說到其實颱風凱米過境 已經是一段時間了 不過當時造成了南投縣國姓鄉 國姓村的竹坑向嚴重走山 不僅路都斷掉了 還造成一戶民宅 地基是下陷了三到四公尺 房子是嚴重傾斜 當然就沒辦法住了 但居民真的很無奈 昨天重回家園來收拾家當 花費一身心血 一上千萬的房子 只住了四年 一夕之間化為無憂 房子嚴重傾斜地基被掏空 整整下陷至少三公尺 另一個角度看傾斜幅度更明顯 根本不能住人 居民連夜收拾行李趕緊撤離 凱米颱風重創南投山區 造成南投國姓鄉竹坑向嚴重走山 這棟位在山區的房子遭受波及 屋主退休後用畢生積蓄還有退休金 加上跟銀行借了幾百萬 湊了千萬 買下這棟內部裝潢還很新穎 狀況良好的偷天措 作為退休養老用 卻在一夕之間化為烏有 讓他難以接受 退休金全部下去然後再繳貸款 沒辦法就是要在職場工作 要不然遇到了怎麼辦 屋主感嘆一場颱風打亂退休計劃 才住了四年的房子沒了 但數百萬的貸款還得繼續繳 心情沉重不知道以後的日子該怎麼辦 記者文匪威少與張藝智南投報導 好